伯柳总统 我为什么说他有智慧 伯柳总统雷蒙解锁说 这个他不是要歧视任何国家的人 只是要避免观光业太过依赖 丹尼市长这个事情才重要 他说他们的观光客的成长34% 他说我们要控制成长还是被成长控制 如果让目前趋势持续下去 我这个领导者就是不负责任 我不只看现在身为领导者 我要考虑未来 伯老师有得力吗 有得力啊 我觉得这个总统我非常的敬佩他 我们今天台湾还有很多人说 哎呀你看这个陆克不来 台湾的观光怎么样 对 可是我们看到陆克不来之后 带来的反而是韩国观光客 东南亚观光客取代了 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完全仰赖路客 我们就被中国掐的脖子紧紧的 对 因为中国的观光客是全世界 但它的量是很大 它也是全世界消费能力很强的 这我们不否认 可是中国观光是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上 它说不去就不能去 你不是说我要抗议 我就是要去怎么样 那根本不让你出去 因为它完全被政府控制 它的旅行社几乎都是国营的 那水龙头一关 水就没有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位雷蒙 解锁总统 他是很有远见 这么小的国家 因为他知道 我如果今天完全被你中国控制的话 我就没有自主权了嘛 对 你就来我这边买房地产 然后炒作土地 那我这边永远就不得安宁了嘛 我还是中国观客我会说买下帛琉 当然啦 当然啦 我相信你中国他就想把整个买下来 中国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推 就是说一带一路啊 我去东南亚国家 你看像他像万纳度 这个国家他就去投资 我就借钱给你 盖什么港口什么投资 然后搞你没有钱还 对 然后我就跟你讲 你的港口给我99年 对 租 所以现在很多像 然后像万纳度距离雪梨 只有1500海里 搞到现在 为什么澳洲这么紧张 那不只万纳度 像斐济也是啊 斐济也是 也是这样如此啊 一样盖机场 盖港口 然后我整个国家被你绑架了 听说现在 台湾的这个 在这两天去搜索这个 帛琉的 变成最高的搜索量 咦 台湾人要去给他算过 所以我在 我在联署上 说如果要出国 那就去帛琉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给他 他2016年 他一年是13万的观光客 中国观光客占了47% 也才6万多人 对 第二名是日本 2.8万 第三名是台湾 1.3万 我们去一定不会去把那个水母拿起来 不会啦 我们台湾的观光客 不会乌龟 也不会吧 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会游泳 我们不会那么无聊去弄那个嘛 中国观光客是不会游泳嘛 就拿乌龟 你说最好是那个珊瑚 珊瑚被破坏了 对啊 所以我相信我们台湾应该 我们去年到日本观光客去多少人 456万啊 零头6万去就比中国 去博留人都还多啊 对不对 我觉得外交部 应该要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出国旅游 我们就去博留 而且那边不是不好玩啊 那大家去那边 我觉得第一个 交通部可不可以提高飞机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礼拜 只有两天 那我们说啊 现在因为暑假变成 一个礼拜有四天 对 增加班次嘛 火航现在增加两班 对啊 我觉得不够 我觉得我们要有更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力量去支持博留 因为人家是为了我们牺牲了他的观光 而且还愿意跟我们继续保持邦交 这种才是真正好的邦交国 不是跟我们要钱嘛 对 你觉得他是跟我们要钱 那我们大概那是金钱外交 他说去博留的观光客啊 日本啊 韩国 台湾 欧洲的 是真的去那里做什么你知道吗 要去付钱 对 他说那个海太漂亮 所以大家就下去 那中文观光客都组团去 他们不是去付钱的 他们就觉得哇 空气哪里这么好哪里这么漂亮 都一个沙滩 吃东西 买工 旅游的内容是不一样 那李嘉这个呼吁大家尽量 台湾的观光客能够的话帮博留一些忙 其实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宏一哥说的第一项 就是中国的游客去到外国旅游去破坏当地的生态 破坏当地的文化跟文明 这个事情是中国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自己都承认的事情 他自由发文去勸导 或是说要处罚他们的游客 因为全世界太有名了 在人家的神殿里面科制或干什么 还有爬上人家的那个石头人参像 他们很厉害 他们在那个许愿子旁边泡面 对 所以这个是中国国家 而且当场做起来就输了 所以这个是中国国家旅游局都承认的事情 只不过虽然他们有发文去提醒或怎么样 可是没有真正的惩罚 我回来讲 不过我相信几十年后的中国的观光客 数值也会提升 是 只是数十年后来不及了 就是光是这几年就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帛琉的意义是在这样子 就是说刚才谈到他的人口2万人 这个2万人 人口只有2万人的国家 敢对13亿的 有13亿中国人大国说no 我觉得这个就太令人佩服了 然后其实这个总统帛琉的总统 他是非常理性 他是非常聪明的 就是说他做这个决定 我相信全世界所有人都说这是对的 第一个他的出发点 就是说其实不是为了台湾 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当然我们台湾是他的 非常的友善的朋友 我们的台湾游客 不会去害他们的 不会去搞乱他们整个生态 他们的社会秩序等等 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方向 你讲这个太好 2万人敢对13亿人 say no to China 这才是重点